哈喽 哇,這個老闆,林老闆 哈哈哈哈 不要緊 你是負責管這邊的 這是我業父的 他是負責看管 這個15一個 15.25 好,來,我們來 15.25 所以 我跟你講 很多 因為有機肥 坦白講 有機肥是放了有效 但是你要針對性的 不是講 因為一定要針對這個東西 而且那個分量是很重要 不然是不會這麼有效的 那麼你要 一般上我的做法是針對你的農作物 所以你看我的業面肥這麼多種 我真實種的嗎 包括我肥料 不是一種肥 一種藥,所有人都吃 比如講,你講一個糖尿病 不可能全部都一樣 有很多種不同的藥 包括高血壓的藥 我們不可以一種,一個飯大家吃 要針對性的 很高興 很高興 我的這個 Mr. Lim Mr. Lim你用我的四個月 四個月 Mr. Lim在烏魯迪拉 這個在烏魯迪拉 他四個月前 是一直看我的Facebook 看到我的什麼有機肥 這麼有效 到底不懂是不是有效 那麼你的地 是一路來用化學肥 一路來長久用化學肥 沒有用過有機肥 沒有用 那麼這個是第一次用有機肥 你第一次用有肥肥 我會講這個 給我的感覺它泥土比較 比較不一樣 比較軟化 因為我跌下來的時候 跌到一個洞裡 就證明它的那個泥土應該是有好處 泥土 那麼會比較軟嗎 會比較軟 比較軟 那麼 你第一次用有機 那麼 這樣還好啦 第一次用了給你有信心 不然沒有信心 沒有信心不會找你 你看一下 你看這個油棕樹你看 它的葉子都攪攪 你這個是放一次兩次有機肥 那時候跟我釘一次 一次 放一次 放一次你看 改變它的土壤 你看它的油棕樹 全部這個不可以 不可以隆隆鮮的這個你看 油棕樹 這種就是 A 很Dock的油棕樹 你這種油棕樹 不會輸給那個大集團 其實我有借幾個大集團 我在做 通過Dental 投標 他就看啊 我講我都用這個 他講用我的成本又便宜 我講是啊是這樣啊 對不對 因為你要針對性有效 不是貴的東西就好了嗎 我敢講不是名牌就好 是要你適合用 所以我是本地車 對嗎 對嗎 講真的 你看啊 你看你這個你看泥土 會 你踏了會軟嗎 軟 泥土你看 都有點彈性 你看泥土 只是放我一次有機肥 你看 米沙林講 油種跌下來的會有一個洞 啊 蛤 哦 跌下來一個洞 你看 這個你看跌下來一個洞 很明顯的泥土改善了 軟 很明顯 所以像這種啊 其實 你有 你去霸一下有蚯蚓嗎 醬醬是有蚯蚓的 哦 而且那是 嗯 哦這個 醬 歐坡問哪裡啊 這個是在烏魯地南 這個蚌蚯在萬湖 萬湖新村附近啊 萬湖新村你看 所以啊 我不能夠弄弄那個啊 現在我 現在我壓力更大 懂嗎 東西一出去啊 要有把握的 不然不可以弄到蚯啊 哈哈哈哈 哎呀 就是看到好 不怕沒有人要啦 東西好 是啊 是啊 是要放了哈 我們 下了肥 花了錢 要有回報才有用啊 嗯 放一次罷了哈 就這樣 一次罷了哈 謝謝他 又要蚯了 我要 要有把握 下一次罷了 全部你看 很美啊 啊這種呢 就不怕他有什麼 嗯 也比較不會生病 因為你 你看啊 樹很現實的 人的臉色 你又 雖然我們不是醫生 你看那個人的臉色 就知道健不健康 臉色哈 你的臉色不健康 我跟你講 你去到哪裡你就受到傳染病 去到 也不可以啦 吃到辣椒也不可以啊 因為你的臉色不健康啊 那麼你的樹啊 你看這樣健康的樹啊 我不 我相信 生病的機會比較少 因為它光合作用你看 你看 你這個還沒有用我的葉麵肥啊 一握下去啊 我的葉麵肥針對性的 可以 葉麵肥一打下去啊 我跟你說啊 打啊 腰水啊 啊 你我用我的葉麵肥粉絲炭 你要打上面這個花 哇 一泡都給他 哈哈哈哈 是嗎 啊這樣的油種樹 油種原是很top了的 啊這種叫做很漂亮的油種樹 啊 你多 啊對啊 你這個拿一點盆來放 盆啊 盆 啊 放了 嗯 要放盆 就更濃縮了 常常濃縮的 真是水了 休息給你做得真水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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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關於到油種樹 油種原的 可以聯絡我一下 呵 等一下這邊有一個問椰子 他講為什麼椰子 呵呵呵 開花未條啊 啊開花未條 喔 啊是知道啊 開花未條 我說未條啊 哇未條 未條的要怎麼看 啊 各位啊 有這些農業的 難題的 可以聯絡我和 Uncle William OK哈 拜拜